今天吃什么 来做个糖醋排骨吧 这糖醋排骨酸酸甜甜的 大家都很喜欢吃 我今天的这个做法 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可能稍微您会觉得麻烦一点 但是色彩口味相对会好很多 咱们就边做边说 我们首先来准备糖色 就是人们说的炒糖色 我这个是差不多两匙的白糖 这炒糖色呢有三种方法 油炒水炒和水油炒 水炒最简单 油炒呢相对难一点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您就是要控制这个温度 另外呢您还要准备一碗开水 一定是开水 不一定飞的是100度 但是这个煎量让它是比较热的 这个水不用多少没关系 但千万不要拿凉水 一会您就知道了 炒糖色的原理 就是把这个糖融化之后 它会变成棕红色 用这个颜色来给食物上色 这是中餐里边 非常传统的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红驱 红糟 这个糖色和我们现在有些个 这个人觉得我不会做糖色 我就用酱油 用老抽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从色彩和口味上都有差别 糖色给您出来的这个菜 色泽红亮 口感呢 它是比较厚重 如果说您用酱油的话呢 颜色稍微会暗淡一点 然后呢口感呢会偏咸 就是说人们有人觉得这个死咸的 您即使加一点糖 它的口感和这个糖色出来的口感还是有差别的 您试一下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了 我们半炒这个糖 会发现糖越来从粉状会变成 这个潮湿颗粒状变成液体 这个时候您要小心了 您开始炒的时候可以用中火 您看它逐渐的液化颜色变深了 这个时候您要转成小火 为什么呢 要控制它的温度 糖的溶点是186摄氏度 所以您在炒糖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糖融化了 比这个水蒸气的温度还要高 如果被烫着了 您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烫伤 所以千万要小心 您看它现在开始起小炮了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 开始变成大炮 等这个大炮将要落下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您加水的时候 把这碗水放进去 您看 您水即使是刚开的水 跟这个融化糖也有 七八十度的这个温差 如果您是一杯凉水下去 这锅马上就炸了 那炸起来的这个水珠 糖珠如果落到您皮肤上 那可就不得了了 所以千万记住 这是我们尝好的糖色 您看色泽枣红 您千万可别碰它 这个时候您看它很平静了 这温度还很高 很烫 您它放到一边 它慢慢凉着 下边我们来准备排骨 我把这排骨洗净 泡一泡血水 然后切成小块 您最好呢 使用我这种 这个叫它寸骨 超市都有卖这种线程的 您不要买这种整块的 后来自己砍 那个也比较危险 另外砍碎了 骨头渣子呢 也比较难处理 如果您超市没得卖 您可以让这个 传统市场的这种饭 帮您 让它给您处理 自己不要做这个事 另外这种寸骨呢 吃的时候 比较容易入口 也方便吃 把它都切成小块 这么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葱姜 葱切段 姜切片 然后您还需要 少许一点点白芝麻就可以 这个最后才用 然后我们把一半的葱姜 留着 一会儿我们炒用 另外一半 跟肉放在一起 再抓一把花椒 我们给它 汆烫一下 这样呢 可以去除 排骨上面 多余的血水 另外还可以去腥 大火烧开 大概煮个三五分钟就可以 不用时间太长 然后把排骨取出 洗净 葱姜花椒全都不要 然后呢 我们来准备一个 糖素汁 糖两大匙 满满的两大匙 醋 两匙 虽然说是两匙 但是它这个量 比糖会略少一点 因为糖的量 比较 装的比较满嘛 然后酱油 大概半匙左右 再少许的盐 我们把它拌匀 您注意 这个糖醋汁 有一个原则 一定要糖 压醋 就是糖比醋 稍微多一点 您最多最多的是 糖醋 等量 不能醋比糖多 不然的话呢 这个口味就不是糖醋了 或者说 这个口味就不好吃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再准备一个摆盘 还是刻个花 一会儿咱们摆盘 咱们一起摆起来 比较漂亮 现在我们开始炒 把油锅上火 您最好是用个铁锅 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这个 这个破粘锅 因为这个排骨呢 这个骨头 可能会把锅给划坏了 然后把我们的排骨下去 一起翻炒 把排骨的水分炒出去 然后呢 您看到这排骨 略微有一点 这个花红 有点发焦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炒好 炒干了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 这个糖醋汁 下去 然后我们晾凉的这个糖色 可以给它加 这样呢 还不太够 加一点水 液体的总共的量呢 大概将将要没过 开骨 汤到台锅 大火烧开 盖上盖 煮它25分钟左右 现在您看 25分钟之后 它汤已经开始收紧了 你看这颜色 这种红亮的颜色 就是典型的糖色 给您的食物带来的色彩 如果您用酱油 它是不会有这种漂亮的颜色的 而且这种糖色做出来的菜呢 比酱油相对要健康一些 没有用那么多酱油嘛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葱姜 剪出去 然后继续大火 拌炒 让它水分继续蒸发 您看这个汤汁粘稠了 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醋 然后淋上一点香油 撒上白芝麻 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我们在炖煮过程当中 醋已经蒸发了一些 所以这时候您再加一点醋 您看 这就是我们做成的糖醋排骨 色的红亮 您看这颜色 先别着急吃 因为这时候还有点烫 这时候我们在炖煮里面 我们要把这种糖醋排骨 让它们进入 然后再炖煮 那么我们再炖煮 我们再炖煮 这个简单 那么我们再炖煮 再炖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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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